现在是下午1点钟 我们终于准备冲门了 换这里20多度就很舒服 在一个海边的很大的茂里 现在下去找一个餐厅吃东西 不要饿死啦 看下面的景色 超酷的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茂 就为了吃饭没有复处 花了 冬菜来了 这样有一个牛排 还有火米 鱼呀 鱼蛋 一点点腺肉 还有饭 这次喝饭了 刚才那家餐厅 我觉得超难吃 对它评分很高 酒店的那个前台推荐的 跟他们口味不一样 现在要去爱琴公园 然后路上可以帮点这只大熊 毕鲁是泰定城的老家 吃饭路上在出租车上 这一家 每天都被宝卷为全 就前五十名的菜籍 多人都说超好吃 刚刚我们被带到了宝宝 因为我们来早了 才进入正正的吃饭的地方 然后点了两个喝的而已 我们五彩面餐的面包来了 还有三种不一样的饭 我点了两个肉加馍来了 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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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多啊这个鸡腿 问我一半吧 我的海胆意面 这是烤鸭肉 真的很好吃 有幸推荐这家 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提前时间订的吧 就只有九点多了 好像以前是一个人家 特别大的好酒 大部分回酒店 现在就十一点多了 吃完饭 我们现在在利马的机场 然后现在要飞机去胡斯科 和我的小伙伴们胜利会师了 还有后面那两个 胡斯科啦 好像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去酒店休息一下 然后回来跟小伙伴们再混一会儿一起吃个晚饭 到我们的房间了 超漂亮的 还挺简单的 我喜欢这个酒店啊 但是它真的很高 我们刚才拎两个行李要走很多楼梯才能上来 然后再加上这厘海吧 大概三千多米吧 看一下洗手间 探索一下我们的酒店吧 这个是我们这一层 这边有个小的吃饭的地方 也是个休息的地方 从这边进来 吃早饭的地方 这里是另外一个小厅 吃个晚饭 这个就是我们酒店的门 这里的那些东西都是他们手工做的 看着都很精细 就不是这边旅游区里那种机器做的那只在这里卖而已 这边好多植物 我们全都是植物 可可叶茶来了 这可以缓解高原反应 好喝的 羊头串来了 还有这是沙拉 这应该是模糊 哇我们的菜上来了 羊头肉 鸭 我的这个是某种鼠类 今天是早上6点50 我们现在去车站坐车去马丘比丘 化到一半桩出租车就来了 所以我只打了坟底 带了一些化妆的东西 在包里面 我在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 在巴斯上 我们坐两个小时巴斯 然后去转火车 然后买的有点晚 就没有买到直达的 超级想坐火车坐四个小时 坐车司机 特别搞笑 他好像搞错了 以为我们要去机场 他就跟我们开到机场 然后看我们俩站在那儿不知道干嘛 然后他就过去跑来问我们你们是要来机场 给他看了一眼我们那个票 他说哎呀 走错了 之后他又掉头 带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还退给我们了十块钱 我家热水正来明天上山 今天先回酒店休息 到酒店里面了 房间超级大的 但是有点老旧 现在出去吃点午饭 点了一碗巨健康的鸡汤面 烧鱼 就那个 家店真的很健康 吃完饭了 然后我想在街上望一逛买点东西 可能是小毯子 这个小人逛了 去车站旁边我们来的时候路过的一个大的market 不要打开 怕 我要是一个绿毛衣 身上穿这个绿的 最喜欢绿的 我觉得一般这个颜色 吃一个 颜色很好看 我觉得比刚才那个好看多了 对 红色的 他们都说这个好看 适当未做的 刚好看那个红的好看 我希望是非洲 或者什么沙特阿拉普 现在坐下来喝点东西 跟驴艺人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它特别嫌疾 质量不是特别好 那你干嘛买 因为照相啊 很虚伪 好吧 我就是一个虚伪的人 我们的紫玉米汁 什么first impression吗 会嘲笑我 真烦你 我给你举着 举哪儿去了 就是甜甜的饮料的味道 不太推荐的时候 我们不是很推荐 现在是玩桌游了 你们在等吃东西 7点才吃饭 看起来画着脚 哈哈哈哈 餐厅长得特别有意思 它贴着各种名片啊 纸片啊 手片 里面的洋葱汤 这里面是放这种汤匙的 还有薯片 好多 嗨大家早好 今天我们要真的去马修比丘了 移植那里 我要坐一个巴士去那边 下午5点多的火车回到库斯科 今天天气看着还可以 希望雾不会太大 这样去马修比丘的时候就不会什么都看不到 验着早上的自助餐 超多水果的 特别爽 还有新鲜的果汁 然后那边是一些热的东西 面包香肠什么的 我们到那个废墟了 超级酷的 聚晒 没想到山里面能这么热 穿多了 我里面还穿了毛衣 我的牛仔服 还有这个外套 这边就是悬崖 超级吓人 看这里 爬了有20多分钟 你就看这个东西 现在还要回去 太难过了 它好大只哦 你听见了吗 特别动 我要中暑了 我要放弃我的outfit 把那个外罩脱下来 感觉舒服了很多 那时候还热热 热衣穿短袖刚刚好 我们来跟小伙伴们会合 然后顺便脱下体力 我们又上来了 这两只都趴下了 你在笑什么 怎么笑 这是我们刚才走过那个城门 但是我们现在要直接从它旁边的出口出去 到温泉镇了 在一家昨天小时没有吃到的餐厅里面 真的很累 没下山外面的皮肤又下的很大 时间掐的还是很好的 是吧 哎呀这凡人 外面的雨特别大 谢谢 送的 哦送的 超酷的 上的是咋下去 我们点的两个前菜来了 卖相超好的 很浓郁的汤 鸡肉啊 鲸鱼 和 鱼 24小时双位 超厉害的 我喝了一点的鸭子终于来了 一样的 一模一样 我的甜点来了 一模一样 我们吃完饭了 没想到我相机还活着 马上就要死掉了 我刚刚买了明信片 回去了 回到库斯科了 昨天晚上特别累 大家就直接收拾收拾睡觉了 没有给大家做loom tour 我们的房间还蛮漂亮的 今天它收拾好了 再给大家看好了 现在还没有洗脸 但是想先去吃个饭 然后今天主要就是逛库斯科的城区 去尝一下他们那个market里面的当地小吃什么的 皮皮的早餐 我的早餐 在准备出门 超级惨的 因为它是海拔大概3500嘛 气压就很低 我把那个眼线笔打开的时候 它就爆炸 吞了我眼睛全都是那个眼线 也特别恐怖 然后就马上去洗了 我之前画的所有的妆全都作废 刚才又重新洗脸化妆 今天是没有眼线的一天 但以后画了一点点眼影 去那个public market转一下 走路过去大概15分钟 我们房间的门口 这还有个长椅子 后面就是他们一楼的小院子 前天带大家来看过这里 这是我们这附近的一个小广场 后面有一喷泉 不对 瀑布一样的东西 下雨了 风还挺大的 这是山里嘛 所以它的气候又会阴晴明明 我们爬上了教堂的阁楼 这是外面的景色 教堂里面大部分都是 17、18世纪的艺术品 关于宗教的一些东西 有点阴似 有点点吓人 但是真的很漂亮 这个教堂里面 是不是允许录像和拍照 的时候可以在这个 露台上面拍一下外面的景色 这是一个直上直下的楼梯 我们已经到这个市场了 就是那个大房子里面 去吃东西啊 哇 这个是食材料 他们喝了smoothie的地方 现在人还不是很多 因为很早 跟另外三个小伙伴走丢了 因为我没有住在一个地方 他就联集合 然后咱们先到了 嗨 我在实际 好的 我觉得这个咋样 虾带的反正 还行 有点大 有没有小的 还行 有点大 有没有小的 买戒指和耳钉 他们买了这么多 是的 很好看的 是 刚买了这个 然后一个小小的 这里已经没有了 刚才后面看见了 street dumpling 他来这里吃水果的时候 卖他水果的奶奶 他在那里把所有的水果都试了一遍 可能过去他那里买点水果 我们要吃这个 看起来很好吃 狗狗 狗狗 你好 我们决定吃这家了 鸡汤面 也是很好吃 还没有吃 我们的五碗汤面 我们占住了老奶奶的生意 买了两个水果 我也要吃面了 啊 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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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放到 那里特色的面包 这也太大了吧 就是那个 你想要不要买一个 大家分一下 但它一个也还挺大的 还挺多当地人在这里吃的 他们都吃得很开心 但是我们刚才吃了一碗鸡汤面 现在有点吃不下 那些东西 感觉不像羊鸵 像羊呢 是羊鸵 好吧 别踩着屎 嘿 看我 他就不看你 他看我 你成功了 我成功了 他们两个在干嘛 我也在想这个 哈哈 又回到广场这儿了 想逛一逛附近的能看的东西 我就去找厕所 呵呵呵呵 喝喝个火汁 喝了一大碗鸡汤 喝羊鸵到尔丁 待会儿将它卸下来 因为它没有消毒 它挺好看的 一开始你就处移了 要去逛这个馆 先去买票 我觉得超级像 真的吗 我们要开始逛街买一点衣服了 他们这里的羊駝啊 羊駝这种都还挺好的 我逛了好多家都没有买东西 就选择恐惧 超多一样的 另一家更大的店 今天超级冷 而且还下着雨 终于吃上饭了 干嘛 没想到点录视频 我还在说呢 你接着说你的 特别他会不会适合这个衣服 我也觉得我超喜欢这件衣服 前菜来了 是鸭子 还有一块小面包 这驴的汤 看起来好饿 蘑菇汤 好吧好吧 是另一个牛肉汤 虽然驴的这个汤看着很饿 但是很好喝 特别好喝 我喝了好多 然后还滴出来了 滴出来了 滴出来了 没有这儿 你看看 这是什么呀 刚人家过来 把这里铺上了一块布 来挡那块我们喝汤的应急 我的主菜来了 是南山羊腿 然后还有金娃 海鲜饭 我对面的朋友点得跟我一样 一坨黑 马树狐里面 看起来很好吃 好吃 好吃 那我也要吃 反正布都不好了 这样扶不起 接着是 暖椒椒 我们吃完饭了 这家餐厅超好吃 我们吃了600多 加点吃饭 甜点踩雷 就是甜点有点踩雷 对 不如它煮菜好了 我刚才从那个餐厅里出来 把厕所门当成出口了 一个一个往里走 这是卖画的 别再吃 晚上这里好热闹啊 我就路上 其实这是一个景点 很久很久以前 印加人堆起来的 非常古老的石头 这里巷子 不管多窄 车都可以走 除非它拦着石头 有的时候 车就在你旁边蹭过去了 很恐怖 晚上的小瀑布 这是我们房间 一进门的样子 床我摆的好像不是很短 因为它今天收拾完之后 没有把靠电摆回去 所以是这个靠电时候自己搞的 点怪怪的 一个很恐怖的洞 我觉得这个洞超吓人的 大概上面那个石头 是很吓人 这边转过来是个镜子 镜子下面有个小桌子 还有个小篮子 放东西的地方 都把靠电写到这里面了 我们放了一些自己平时用的东西 一个衣柜 这里空间非常的充足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很大的一个房间 我们现在走去广场 然后坐车去盐田 忘了涂成糕了 我其实已经吃完饭了 去太阳神庙的路上 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 到了第一个目的地 太阳神庙吧 好像是这个名 这是我告诉你的什么并不是 好吧 那我再仔细查阅一下 我们进来了 我们已经爬了三分之二了 在偷听前面的简介员讲 这些石头 现在爬一个英卡的台阶 成功 冬冬 耶 现在的水都是他们一家人做的一些工程 可以把山上的血水引到整个镇子上面 比辱的羊妥妥 先去吃个饭 还有三个地方要走 很多景点都在那里 我们要去那边 啊这个风 我们在走盐田 我们现在来了一个地铁 还蛮美的 要往里面走了 然后这里叫什么secret belly 特别漂亮 不行 其实不一定是提田 但很支云感觉 我们在凉亭里面躲雨 这里很舒服 就是有点冷 今天上午很热的时候 我把外裤给脱了 就剩了个打底裤 现在又来了一个叫什么什么的 镇子上 chinchello 什么的 然后这里有点下雨 前面有一些羊托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是小鼠 我前几年吃的就是这个 是 好可爱 也有好几只 你要看镜头 看这边 这个好玩 他拉屎 好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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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走了 到Cuzco的广场上了 今天晚上也很漂亮 好热闹 好热闹啊 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了 什么活动 特别热闹 我们点了四杯smoothie 草莓的特别好喝 都是比人家还好吃 可惜我点的是Pan Apple 难过 我们的食物来了 其实我们四个点了 一模一样的 就是燕子鸡 今天结束 回家了 刚才买了两个明信片 是不是超好看的 现在是早上10点20 这是我们这一天 出门最晚的一天了 因为今天是在Cuzco的最后一天 轻松一点 不要那么赶 今天天气超级棒 我们的小院子 在Cuzco里面出来 赶上了一场葬礼 都站起来 就是跟大家一起 哀悼死去的人 好多人都特别难怪 太恐怖了 我觉得应该是个还挺重要的人 或者应该是个挺好的人 死的时候 都能有这么多人难过 非常非常宏搭的一个葬礼 后面在资料什么月 感觉他们演的不是很整齐 没排练好 在一家披萨店 然后面包看的很好吃 我的是Proschudo 这是Margarita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宝贝 我特别喜欢吃戴鸡蛋 为什么要点好玩意 我只是想去拍那样 好 没事 我们吃完饭了 在广场这里溜达 他们去取钱了 我不需要取钱 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裤子 Sharizia的超舒服 这个衣服是国内买的 是不是很秘鲁的感觉 这也要踩我脚了 现在在太阳神殿了 秘鲁这边讲解方面就差一点 就没有那种消风盖或者是什么的 它就全都是人导游 但是他们很多人讲英语不太好 我们也是不敢请他们来跟我们讲 所以我们现在逛得非常的迷惑 是个特别漂亮的地方 神殿后面的一个 是个花园 花园那边是厕所 在等他们上厕所 这真太好看了 我们又来了另一个教堂 那边是有很重要的人的尸骨的 有的人是国王 还有人就是有钱或者很有地位的人 尸骨会放到这个教堂的底下 就堆在那里 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是有地位的人 我们打算去做按摩了 按摩特别便宜 差不多10加币一个小时 超级便宜 是不是 ihnen 有点的艺师这个 对 而且珍 freestyle 看起来不吃 我的wasabi 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在Lima的酒店里了 因为今天早上很匆忙 就没有给大家录 今天晚上是凌晨2点的飞机 进了一个酒店的房间休息一下 晚上再飞 一会儿可能收拾一下化个妆 去他们这里的广场 我们的车已经到了 准备出门 第一次戴尔丁 其他时间都忘了戴他了 都不记得我还带来了 然后戴了这个硬币项链 现在已经到广场附近的一个步行街上了 现在我们要去取钱 因为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我们到广场啦 看我后面的黄房子们 在广场转了一圈 然后现在要去取钱吃饭 这附近没什么吃的 所以我们决定来尝试一下秘鲁的特色 猪餐 叫Chifa的东西 所以他们这里所有的中式餐馆都叫Chifa 很神奇 不然好不好吃 Chifa真是太难吃了 我觉得比美式的中菜还要难吃 这个汤它叫酸辣汤 但它一点酸辣的味道都没有 它完全是甜的 而且是那种非常的甜 非常可怕的一家店 回酒店啦 然后刚才写了几张明信片 现在要去卸个妆 洗个澡 秘鲁Vlog 应该就在这里结束了 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